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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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你是漂浮不滴 是存在天邊雲海 找不到無際去崇拜 不帶澎湃 不帶悲哀 為甚麼 卻無期待之中長陽的水 在海上出走你的未來 遠方而生影在母海 我會跟著你 在夜晚 是愛的黑底線 成功所有无足为害 Survive Dark in the night 爱不上旅递的梯 有一次的梯子 You see us shine You see us shine 董卓谣 董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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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你记不记得我是谁 你没事吧 董卓 董卓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董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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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心好痛 我 你现在变成了 名副其实的童先生 我送你上去吧 不用了 自己上去啊 回去吧 就一会儿 你这样 我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面对你了 我们经历了很多 我确实也不知道 该怎么面对你 就是放不下你 对 放不下 拥抱一下吧 好吗 好朋友 好朋友 晚安 你怎么来了 恭喜你啊 恭喜你啊 我不来的话 不就错过了刚刚那么浪漫 温馨的一幕吗 你们两个没有观众的话 会很失落吧 我 不想解释什么 对 你不用解释 是我太天真了 我一直以为 我很了解我的朋友 心疼你为情所困 甚至因为你不能跟 佟卓瑶在一起 而感到抱不平 就在刚刚我还在帮你解释 希望你们可以和好如初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地 投入新的怀抱 好 这就是我认识的阮曼君 我看错你了 你就不明白了 你和谁在一起 关他什么事 况且 他什么情况都不知道 拼什么信口胡说 反过来我要说你了 你这是受委屈上瘾吗 干吗不为自己辩解 我要是告诉他 不就等于宣告全世界了吗 等你以后查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得要亲手替你教训一下他 静杰 不敢在我面前接电话 我拿他的手机 他都特别紧张 我明知道 只要打开手机 就知道来电话的人是谁 可是我就是做不到 早就应该我跟你一起去的 希望能够赶在他们牵横的之前 搞清楚静杰要做什么 好 晟 爹地 你在等人啊 没有啊 我喝点酒 可能说话没说清楚 好 不方便进去说话吗 当然 这房子还不错 可是一个人住 好想空隆点 习惯了 爹地 杰白最近怎么样啊 你一个人过来 他自己可以照顾自己吗 他还能怎么样 每天还是躲在屋里不肯出来 就连吃饭 都懒得下路 倒是啊 每天念到这儿让你回去 所以这回我答应他 把你带回去 爹地 我 我 怎么 这脚下生根走不了了 当然没有 只是我现在走了的话 阮半军就会怀疑我了 而且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我不想放弃 也不甘心啊 爹地 您不也是 没有放弃吗 你还知道点儿什么 我 我知道同事不好对付 也知道您咽不下这口气 把我留在这儿吧 我还可以帮您做一些事 但是我并不买在这儿呢 我没想到现在 我可以帮您到这儿了 在这儿呢 我再受认识了 一切了 我再去 你 我再去 你 可以等他吗 这 恐怕 算了 不用告诉他有来过 我已经给了你三个衣服 当初我们的调节 是我出钱你出力 没错 是这么说的 但我们还说过 你不跟过场只要结果 可我看到的结果 是童鱼已经复工 童卓瑶已经安全地渡过了危机 至于我要的结果呢 可是难远备折 我不跟您要回这三个衣 已经是人之欲尽了 您现在还让我追加投资 这是不是天大的效果 行 那我说得再清楚一点 通过这次事故 童卓瑶已经答应 把童鱼的一半股份给我 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 你再给我追加两个亿 我就可以吃下同事 明白了吗 你我之间的信任 是当你拿到股份的时候 就彻底挖起 因为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的目标不一致 你在用具一种 迅导位量 我说你 hilar kto 那你会存在厂 大概吗 不要我 有点 但是我明白 给你看 彤彤 这是我找了跟着戴英杰的时候 发现的 现在怎么办 要我合作的事还是算了 先把你找的人撤回来 不要被任何人发现 这个事情除了你和我以外 不能有第三个人知道 你帮我去找戴英杰跟她说 我答应她所有的条件 但是合作一定要尽快 她 她们引力而据 也自然会引力而散 你突然转抗她 小心 你还不转抗你 可是你脱口 还要再拷抗你 还要再拷抗你 我们对我们跟着 置之不理吧 童鱼想要复工 没有那么容易 早 早 你是这里的律师 女士 请问您是要找律师吗 我要告童司 我要告他们的大老板 痛多有 这位女士 你肯定要换一家律师所了 我送您出去 她害死了我老公 她盖了我害死的人 还不赔钱 那么夸夸 我们怎么活呀 杨阳 送她出去 女士 要不换一家律师所 好不好 来 这边 等一下 我姓阳 是这里的律师 跟我来吧 你是说 同事不但不敢出赔偿金 还会让你签赔偿协议 他们不知道 从哪里弄来我签字的收据 分说我拿了赔偿金 还让我一起签一份保密协议 所以我要是不签 要是告诉别人 就得把赔偿金退给他们 可是我根本没看见过那些钱 他们真是威胁我 不让我为自己讨回公道 好 我可以答应你 我不会让同事损失一分一行 我现在就去拿钱堵住所有工人的嘴 可以吗 是他坚持要对工人家属进行先行赔付的 不签合都怎么能行啊 你确定没有收到钱吗 所有的银行账都查过了吗 他们连盖楼的材料都是 哪会甘心把那些钱给我 这楼再盖下去 还不知道死多少人 他们赔得气吗 罗女士 请您不要乱说话 我没有 俺在京郊市之前 好几个晚上都是半夜才回家 说是工地来了新的水泥沙子 多干 能多挣点 他哪知道 就是那些东西要了他的命 那些东西 还不知道会要多少人的命呢 不好意思 两位 不好意思 两位 我们戴总临时有个会议要开 恐怕你们要等一会儿了 什么叫临时有会 约好的十点现在十一点了 他不知道吗 这个 我 麻烦你帮我跟他说一下 我在最后给他十分钟 你没想到 谢谢了 慢走 肥沃 就好 好 既然投资款暂时还不能完全到位 那么就要投资比例 我只能给你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那我不接受 接受不了 投资款我可以按照合同后补 没问题 但是说好的百分之五十 我也一分都不会让 你可以不签 没逼着你 我不在乎 喂 记得 有一天同事断了自尖链的时候 你会拐人来求婚 你别欺人太深了 你别欺人太深了 快 老律师 你不能进来 老律师 您不能进去 老律师 戴总 人都已经进来了 去忙吧 合同签喽 是这个吗 是韦大来的吗 你不是说了吗 她现在只是一个陌生人 那你呢 你不是说过吗 我们要回到我们刚认识那天 为什么还有处处针对她 针对她什么 工程事故已经害得她损失惨重了 你的目的还没有达到吗 你为什么不去问她呢 为什么来问我 是她想跟我合作的 是她告诉我通议一定会建成了 为什么要问我呢 她要是说过什么 还过来找你吗 什么意思 她要是跟你说什么 还过来找我呢 让她说什么 死亡家属对赔偿有意义 会是合作的 我要是你一定会重新考虑一下 是否继续合作 如果我不签 如果我告诉别人 就得把赔偿金退给他们 我根本没有见到过那些钱 是她想跟我合作的 是她告诉我通议一定会建成了 为什么要问我呢 喂 陆律师 东东已经回公司了 你找她 你们都骗我 玩我呢 故意跟我签了合同 你不能让最后告我楼建不成了是吗 去你 彤总 可能是出事了 怎么了 刚才咱们在金河的时候 阮律师给我来了个电话 我接了 她应该是知道 我们跟戴金杰在一起 然后呢 她应该去过金河 因为后来我给她回电话的时候 是戴金杰接的电话 特别生气地给我挂了 你现在马上再给她打个电话 我打了打不通了 我有事情要问你 你连自己的手机都拯不好 你还问什么呀 空城事故的钱 到底有没有赔 罗娟都去郑青找律师了 你知道吗 我就知道罗娟不欠合同一定会出事了 所以确定是赔钱了对吗 会不会中间出什么问题了 我们就有再跟你说一遍 我的事情不关你的事 你不要再管了好吗 好 不管我的事 那我问你 为什么一定要见诚通语 就为了早点离开同事对吗 你不觉得自己太自私了 我就是自私 我就是不管工人的性命安慰 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 可以吗 你现在可以走了吗 好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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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 快走 拿回去吧 我明天去金河取就可以了 阮小姐这里面吧 有误会 金河你就别再去了 你不知道 我不去的话 他更会以为我们和其婚事了 再出什么事 你刚刚说的不知道什么 这个手机 其实是童总交代我买的 他还特意吩咐说 千万不能再让你去金河了 今天 就是咱们碰上的时候 他就是担心你在金河出事 正要去找你的 我先进来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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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了我想说的 恐怕你得求我留下来吧 好好说话 你猜我今天看见谁了 通宇事故死了的那个工人 金河的老婆 他要起诉童卓遥 我来就是要告诉你 通宇见不成了 你别想着跟同事合作 他真的要上诉吗 你心爱的阮曼君 连这个都不告诉你 他可对你真是一片真心啊 我也真是那么明白 他明明那么关心你 就要说那么绝情的话 说他到底爱不爱你 还是有什么原因 让他不能说明白呢 我也不知道 我也想不清楚 可能问题出在我这儿吧 不过 我的直觉还是想要相信他 你呢 再怎么装冷酷无情 都骗不了自己的心 是啊 我以为我恨他 恨到看到他 我就会心痛 我也不想去想他 可是 我总是不自觉 去担心他 不管怎么样 找他平安务事就好 我觉得现在最危险的是 戴静杰 因为你不知道 他到底想干什么 而且我觉得他自己 都不知道 所以我只能阻止卓遥 可他根本就不听 原谅你自己不是神好吗 你怎么可能阻止所有人 都停下来呢 只能听天由命 让所有人都停下来 如果能让通雨停止施工 所有人不都停下来吗 对不起 对不起 还是辜负您了 你真的想清楚了 那个罗娟要对付的 可是佟桌瑶 要不然我也不会辞职 你知不知道自己放弃的是什么 好不容易顺利的工作 还有您谢谢托福的事业 对不起 还是让您失望了 这还是那个拿工作 当救命稻草的阮曼君吧 我只知道 主要现在在赌气 而且赌上的是他自己 我也想赌一次 看看如果没有您的庇护 我能不能帮上他 你这一步跨出去 可就要直面他 舒和颖你怎么选 我只知道 今天这个案子 是我现在唯一的选择 你呀 你根本就是自讨苦吃 到时候同桌要站在被告席的时候 你能狠下心吗 也许不用上庭 这种官司大多都是庭下合计的 那你还接他做什么呢 至少可以让同水停工啊 罗娟愿言幼稚的 肯定知道很多事情 我也可以通过罗娟 来了解事情的真相 真相 真相不是已经调查清楚了吗 那是因为卓妖不追究 承认材料有问题 你的意思是 这事跟戴静杰有关 她没有否认 不过有可能是置气 也有可能是 不想骗我 但是我还没有查到证据 能查到最好 如果查不到的话 至少这场官司 可以牵制同意提供 就算今天想再生事的话 有不出下手 不 我不同意 这太冒险了 再说了佟卓妖她是被告 她能不反抗吗 光潜 你觉得这事真的跟戴静 真的人后不能说人是非啊 喜嘉 你怎么知道住在这儿 打扰了 我是来帮忙的 怕你不答应 所以我在律所的联系簿上 找到了你的地址 这个给你 这里有五年内 所有的交通事故资料 我今天可是整理了一天 假公祭祀可不好啊 我是您的助理 我们要共进退吗 谢谢您啊 喜嘉 这样 东西呢我收下了 人我就不留了 我可是前途未卜 不能耽误你 你呢还是留在正亲好好工作吧 你就当是我找你学习的机会 你不要剥夺我想帮你的权利好吗 你不会是来接我的吧 你来这儿吗 软曼君答应给罗娟打官司辞了职 我这个忠心耿耿的助理 不得跟着吗 他还不知道 是我告诉罗娟 只有找软曼君打官司 才可以拿回钱 我跟你说了别伤害他 离他远一点 对不起你的人是我 不是他 你心里不想冲过来 你不开心冲过来 可以吗 你不是应该感谢我吗 阮曼君给他打官司 那就是跟同主要对着干 不管输赢 他们最后都会伤得很惨 说不定获利的人会是你 他跟我说我们会 所以我重新开始 我再说一遍 阮曼君已经答应和我 重新在一起 所以有没有你 我们还是会在一起 你明白这个道理吗 是吗 对 他愿意为了一个男人 放弃自己的工作 那他对你有几分真心呢 不要忘了我们的赌注 我随时等你回来 他愿意为了一个男人 放弃自己的工作 他愿意为了一个男人 那他对你有几分真心呢 你这样 只会让我更想逃避你 有什么急事吗 没有 退消掉了 不能有你的吗 不能有你的吗 都有你的 吃饭吧 他愿意为了一个男人 放弃自己的工作 那他对你有几分真心呢 这种 control 你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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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可以 你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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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 帮你撈到我本次的手机 已经更弄坏了 所以 所以我说了 我来陪你一个新的 给 我说了不要新的 要你的 当然 这当然可以 我的 陪你 行 需要我给你打的 好 逗你了 我已经买新的了 你也没说 再见 再见 我只是想想要过 我只是想想想 让你再留意 我只是想想 你真是想想 我只是想想 你本人就是我的梦 我只是想想 我只是想想 你真是想想 我只是想想 我把罗教那个官司 所有的信息都发过来 把罗教那个官司 我想知道了 你知道得要干什么 马上 在这儿 把字签上就好了 阮令师一定会替你讨回公道的 我当然做你的辩护律师 但是你必须信任我 把所有事情都告诉我 所有 就知道她会是有态度 谢谢你 激动 再帮我找个时间点 好 先这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去趟罗娟那儿 再顺便看看工人的情况 你先回律所吧 我跟你一起去吧 就算程主任真的不介意 我也不能真的把你当免费助理啊 程主任已经答应我了 让我好好跟你学习 我也是学不好 回去怎么交代啊 好吧 走吧 你说 金教在去世的前几天 都在工地里搬运沙子 很晚才回去 我想知道 工程队一直都是这样吗 手机 手机哪儿去了 也就是出事前两天 说是额外给工钱 金教就去了 他还一直低谷 不要出事 谁知道 他说会出什么事 我问了 他不说 还骂我 白吃饭 瞎操心 那工人们都去了吗 没有 这种额外给钱的小活 都不让别人知道 要不是 要不是他想挣那个钱 也不会 所以这批材料 是晚上偷远进来的 我们没有这个值得 我是从者 还有水 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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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了 我没去找你 你反而过来找我来了 可以 解释一下吧 罗娟拿了赔偿金 为什么还要上诉 给我个完美的解释 那得问您了 戴总 当初拿钱让我办事的时候 你可没说过会死人 可没说过死的会是我亲弟弟 我真是对不起您 亲弟 我真是对不起您 亲弟 凭梁先生 那是貌似拿着你弟弟的尸体 去卖钱的人 是你 不是我 这是第一 第二 如果这件事情 继续往下插 坐牢的人也一定会是你 不输吗 听明白吗 五百万 你只要再给我五百万 我就让他老不撤死 我们拿了钱里面揉出来 这事就当没发生吗 你值吗 你值得 行啊 那就等着一起完蛋吧 一起完蛋 又是一辈子 你只要好 优优 我 在凉 那里送你 你可 像我 在我 这是 你 从 的 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涯海角不容你